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江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他的金智意境从半步小道到完整小道 最后停留在半步大道上 痛苦在这时减轻 江晨不仅没有庆幸,反而有些遗憾 人都是贪心的,他也不例外 金智意境的提升带来最大的变化 是无极刀法突飞猛进 刀法是根据风金意境之间的变化和结合 江晨之前做得很不错 可现在,意境一提高 就发现之前存在着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忽然,江晨注意到其他人还在参悟 意识到时间还很充沛 于是他来到一幅有关风之意境的画面前 可惜的是,他没感受到痛苦 意味着他的风之意境得不到提升 毕竟,他的风之意境已经做到大到圆满 正当江晨失望的时候 他又看到一幅火山爆发的画 炙热的岩浆刺虐着大地 火山口中宛如有头火龙在翻滚着 江晨没看几眼 就觉得体内温度飙升 要将它烧成灰烬 他从来没有钻研过火之意境 会这样很正常 不过,在温度上来后 血管中的风血也变得滚烫 高温不仅没带来难受 反而非常舒服 源源不断的火之意境迎面而来 天风之邪,果然了得 江晨按道 他的火之意境从无到有 达到半步大道 和捡来的差不多 这时,老者突然起身 他环视了一眼道 时间不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中 陆续有人从参务中回过神 但还是有人做着最后努力 不过,在时间到的时候 所有画卷竟然自动卷起 收进墙壁中的暗阁 这一下,就算不想停也要停 人们看向老者 眼中带着期盼和不安 没人被淘汰 放心吧 老者说道 这话让不少人心里松懈一口气 紧接着,一道道感激的目光 看向江晨 班长,多谢你刚才的提醒 是啊,非常的及时 选你当班长,果然是明智的 真不知道班长怎么做到的呀 刚才那样的环境 我完全慌了 江晨笑了笑 算是回应众人的感谢 那不过是你们无能 他说的那些话要想到有多难 玉池红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话一出几乎引起众怒 你刚才明明也是听到才反应的 还好意思说这话 天旭指责道 他自己说出来的 我又没逼他 你要如何证明我是听他的 还是自己想的 玉池红冷笑道 那很简单嘛 一会儿班长只通过神识传达 不要说出来 我想某位天才应该不在乎 有人说了一句 顿时 玉池红脸色就是一变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他还真没有信心 不说就不说 我不稀罕 还有 玉池红突然瞪着江晨不放道 你三番两次和我作对 侮辱玉池家的名声 我要和你决斗 出去后开始 听到这话 众人看他的表情很怪 明明是他自己 像一条疯狗似的追着人咬 现在说的 好像是江晨故意和他作对 随便 江晨并不在意这个挑战 你就做好后悔的准备吧 玉池红得意道 恨不得立马出去 狠狠教训江晨 江晨 希望你一会儿 通过神识和其他人交流 玉池红的挑衅刚刚结束 人群中又有人站出来向江晨说道 不要误会 我很感谢你刚才的帮助 不过 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我更想要的是得到你那份的敏锐 相比之下 他的态度要友善很多 可以 这是你的选择 江晨平静道 认识下吧 我叫韩思明 他说道 韩思明 周围的人被这个名字给震撼住 有人问道 你就是生鲁榜第47名的韩思明 是我 韩思明点点头 一张光洁白皙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被人注视下 不卑不亢 神色如常 因为院子里面看不出彼此的境界 若不是互报姓名 还真不会注意到有这样一位人物 生龙榜前五十和后五十是分水岭 第五十名的人要比第五十一名的人厉害数倍 原因是很多心高气傲的人 不愿意自己名字在那靠后的位置留下痕迹 想着一鼓作气冲到最前 前五十就是大部分的底线 也使得前五十名的人都很强 那么 谁愿意听我建议 谁不愿意 都表下态吧 让我心里有数 江臣说道 众人面面相聚 韩思明的表率让人向往 但关系到切身利益 他们又没多少信心依靠自己 我不需要 我也是 还有我 当然 也有人跟着韩思明 在他们举起手来时 人们才发现 都是生龙 甲级榜的人物 让江臣意外的是 阴霜没有表态 依然选择听自己的 你们 还是看看自己的签子吧 老者说道 听他提醒 其他人把签子拿出来 一部分人疑惑 还有一部分人脸色大变 脸色没变的人 签子上的四个字 依然是略有小成 但另外一部分人 上面的字变成 出窥门镜 他们的天舞意境 竟然下降了 是意境武学 带来的提升 改变天舞意境的难度 接下来的一天 好好消化今天的内容吧 老者说道 众人没有意见 纷纷选择坐在地上 意境武学 是指对天地间存在的 属性元素掌握程度 武学之道 则是刀剑 拳掌 枪棍这一类 意境武学 助力武学之道 武学之道 再和天人合一结合 形成天舞意境 江臣签子上的字没变 但也能感觉到 金智意境提升而带来的影响 一天一夜后 那些签子上退步的人 追赶回来 其他人状态不变 但都明显感受到 战力变强 在老者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第二个房间 一张张暗桌摆放在那里 围成一圈 上面摆放着画纸和笔墨 在暗桌围起来的里面 各种各样的武器悬浮在空中 临摆你们武学之道的武器 老者说道 可是前辈 我不懂画画啊 画画 不是照着样子就能画出来的 其中有着很多技巧在里面 不过不经过练习 连下笔都做不到 可以慢慢来 只有很多 这次你们有三天的时间 老者说道 听到这话 不少人叫苦不堪 紧接着 求助的目光看向他们班长 江臣走到暗桌前面 凝视着那些武器 感受着其中的奥义 片刻后 他回过室来 通过神识 向一部分人说道 不要担心 画工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不是要我们画出来 才能领悟 而是领悟了 就能画出来 一旦领悟后 一笔一画 就会了然于心 轻松画出武器 他的画 给不少担心的人希望 一个个马上来到暗桌边上 通过江臣给的思路观察 发现果然如此 一张张欣喜若狂的面孔 让玉池红的脸色铁青 他也不会画画 正在犯男着 一头雾水的他 看着那些豁然开朗 面露微笑的人 心里不是滋味 我也行的 玉池红这样想着 坐在一张暗桌边上 提着画笔 可是目光触及到 白纸的时候 大脑也是一片空白 等到差不多半个时辰后 他才想到关键 武方不会为难人的 画功不是关键 于是 他将目光看向武器上 神魂凝结而去 没过多久 伴随着剑椅 白纸上仿佛出现了 很多痕迹 他的笔在痕迹落下 很快就看出 剑柄的一些细节 原来如此 玉池红放下心来 可看像坐在对面的江臣时候 不由咬了咬牙 这家伙肯定和武方关系不浅 提前知道这些 再让他当班长来卖弄 他是不会相信 江臣有那样聪明 一眼看出关键 他的目光又落在江臣身边的阴霜身上 这个大美人来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 他正是为了引起阴霜的目光 才会说出阿猫阿狗的话来出头 可现在 阴霜反而和江臣越来越近 尽管两人没有怎么交谈 可是玉池红注意到 阴霜眼里多出来的崇拜和敬意 等你出去后 将你踩在九孝 看你怎么自主 玉池红暗暗想到 嗯 这一分神的功夫 玉池红发现 心中的那些痕迹全都消失了 无法下笔 要一股作气完成吗 玉池红不由想到 再看其他人也是这样 顾不上想其他东西 收紧心神 专注于画笔上 几个时辰后 每个人精疲力尽 叫苦不堪 尽管不需要画功 可是每次落笔 都是极强的神魂之力 而且哪怕是指差最后一笔 一旦中断 也要从头再来 重复几次后 人都快要虚脱 还好 看他们班长的暗桌边上 也有被捏成团的白纸 看来 并不顺利 都休息一会儿 别以为画出来就没事 一会儿 你们还需要通过刚才的 意境武学上色 三天时间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老者说道 前辈 这十五天都是这样吗 不吃不喝吗 众人休息时 有人好奇问道 怎么 你通天境 还怕饿死和渴死吗 老者 老人都要有兴致 老人 那人 善笑一声 不说话了 通天境 就算是高强度做事 连续不吃不喝不睡 十五天都没问题 更别说像这样可以休息的 关键是 这些人有的是来自大势力 每天都会品茶 吃糕点 兴趣来了 也会吃一顿 专门为修行之人 准备的美味佳肴 班长 你不是成功了吗 忽然有人发出疑惑 原来是阴霜好奇地 捡起江城丢在地上的纸团 打开后发现 纸上有一把完整的剑 就和要临摹那把一模一样 只是还没上色 可这样的话 为什么又要丢掉 于是 阴霜捡起其他的纸团 一张张打开 发现在剑的旁边 还有着其他东西 一两张看不出什么 直到阴霜看到第七张的时候 发现剑的旁边是把刀 划剑又划刀 其他人因为阴霜的举动 注意到这点 这才惊呼出声 江城没有回应 依然在奋力化着 不少人来到身边 探头张望 果然发现 剑锋已成 正在划刀 可到一半的时候 江城的手僵住 再也划不下去 又是一张废纸诞生 不过 在江城要捏成纸团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人围观 能给我看看吗 一直以来表现的漫不经心 只是应付工作的老者 站在面前 此时正一脸的严肃看着他 江城点点头 把画纸递出去 老者垂目凝视 等到再次抬起头来时 眉头紧锁到 你这时在糟蹋自己的剑道 严厉的语气还是第一次 这让韩思明等人 都忍不住走过来 这是我来武方的目的 江城说道 将武学之道画在纸上 正是江城苦苦寻求的方法 让他觉得很直 剑就是剑 刀就是刀 老者说道 刀剑就好像一对兄弟 继承他们父亲的天赋 我要做的是找到父亲 江城说道 这个理论 在场的人前所未稳 老者的表情说明 也没听说过 异象天开 痴人说梦 玉池红看明白怎么回事 毫不留情讽刺 其他人的脸色也变得怪异 人们害怕陌生的东西 在被大众接受之前 都会静而远之 甚至是声讨 江城所说的 违背千年来武学的共识 他若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 还好 这话能引起一番探讨 就算不成功 也是一种求知精神 可江城年纪轻轻的 不足以让人信服 老者将纸放在他的暗桌上 回到原处 又恢复成事不关己 高高挂己的样子 但特级班的其他成员 则是用一种莫名的眼神 看着江城 江城没有理会 将纸捏成团 也暂时停下来休息 江城 你是在哪儿得到的启发吗 旁边的阴霜 用那动人的声音向他问道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交流 嗯 我左手对剑敏感 右手则是刀 有次和人战斗 达到一种刀剑不分家的意境 受到启发 江城说道 阴霜点了点头 没有急着反驳江城的话 试探问道 会不会 先是你左手剑右手刀 从而诞生刀剑何用的念头 他也不看好江城 但换一种方式 引导江城自己思考 这样做是对是错 这是江城至今为止 见过最善解人意的女子 想想她的职业 倒也无可厚非 江城摇了摇头道 你说的有可能 但我相信自己不是 那好吧 我祝你成功 阴霜说道 这反而让江城感到意外 他看向对方 发现了清澈的眼眸中 没有讽刺的意思 你认为会成功吗 阴霜甜美一笑 说道 我在拍卖会的时候 如果有人纠结一件东西 买还是不买 我会告诉他 买了或者会后悔 但不买 那种迟疑不定的后悔 会一辈子跟随 明白了 他话的意思 是让自己努力去尝试 就算不成功 起码努力过 比起其他人打着 为你好的名义 阻止你的人 要好得多 十几分钟后 众人回到原位 开始自己的事情 江城再次提笔 摒弃宁神 画出三尺清风后 目光又落在刀上 回忆着刀剑 不分家的状态 江城再次动笔 剑和刀 同时出现在纸上 江城立马感觉到 手中的画笔 有股强大的阻力 不远处的老者 看到这一幕 摇头叹息 年轻人钻牛角尖 正常不过 就是可惜了 江城的天赋 他只能期望着 江城能够 及时醒悟过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到第三天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很大进步 能完整地将武器 给画下来 现在将刚才领悟到的 意境武学 当成是染料 用同样的方法 完成最后作品 老者说道 他看了一眼江城那边 一剑一刀 也画得差不多 但落后别人的进度 明显是不应该的 真是愚蠢啊 玉驰红这几天 一直都在观察着江城 对他这自找苦吃的行为 充满着幸灾乐祸 等到江城画好后 其他人都已经上完字 一张张画纸上 是各类武器 玉驰红这几天 一直都在观察着江城 对他这自找苦吃的行为 充满着幸灾乐祸 等到江城画好后 其他人都已经上完字 一张张画纸上 是各类武器 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已经提升一大截 我也是 天机班的成员拿出签子 看到上面的字 已经变成驾轻就熟 因为上色是意境武学融入 所以这个过程 江城还是很顺利的 于是 一张和别人不同的作品出现 有着两把武器 你做到了 在天舞异境的状态下 关联两个武学之道 不过 看看你的签子吧 老者说到 他的语气带着惋惜 江城拿出签子一看 上面的状态 变成出窥门镜 是最低等的 其他人注意到后 表情都有些古怪 如果不是刚才得到江城帮助 或许会笑出声来 哪有人来武方进修 结果退步的 不过 江城一点都不在意 反而很高兴 他终于做到了 之所以出窥门镜 是因为需要一些时间的消化 就好像有无数条溪流在缓慢流淌 当等到汇聚成滔天浪滔时 那将势不可挡 签子的评级 江城毫不在意 下一个房间吧 老者说道 等一下 玉池红马上跳了出来 道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选班长 他等这个机会已经多时 在众人看向他的时候说道 不然 一会儿他只会 也让我们变成他那样怎么办 他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 不少人迟疑不定 看着身边的人 江城那样极端的行为 让人不安啊 不管班长如何 都能帮到你们不是吗 这样做和顾和拆桥有什么分别 天旭看到有这么多人犹豫 非常生气 为江城感到不值 又没有人求的 是他自己要炫耀 更何况 这是他身为班长的责任 玉池红鸡笑道 一些人不由自主点头 觉得这话有道理 表态吧 依然需要我意见的人 我会继续 不需要的人 也无妨 在天旭开口前 江城扫了一眼在场的人 语气平淡 没有因此生气 有他的话 作为台阶 有人站出来 一边向江城表示感谢 一边表示遗憾 这还算好的 有些人连感谢都懒得说 真以为是江城应该做的 到最后 只剩下天旭和阴霜 相信江城 你们真的是 天旭咬了咬牙 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些人 他是班长 刚才的帮助是责任 现在他表现出 不具备被信任的一点 我们的选择很正常 一个面容精致的女子冷冷到 不满天虚的眼神 仿佛他们亏欠了什么似的 江城 不要想着退而求赐 我是说 让你把班长的位置让出来 玉池红咄咄逼人 没有轻易放过他 眼里满是得意 江城看过去 凝视着他 你看 玉池红想也不想 就是要训斥一句 可突然愣住 因为江城的眼神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锋利过 出去后 死战吧 不死不休 江城说道 这话一出 天旗般的人很意外 言语冲突 演变到生死 让人觉得太过计较 不过仔细想想 就玉池红这几天来的言行 换成是其他人 早就发作 江城现在这样说 可能是想震慑住 玉池红 合情合理 那么 就要看 玉池红会不会拾去 就此作罢 你以为这样说 我就不会让你 交出班长的位置吗 好 我答应你 不死不休 在城的人做个见证 到时候 你就算逃回英雄殿 我也要杀你 玉池红的性格 这样说并不意外 很好 从现在起 好好想想你的遗言吧 江城说道 嘴 嘴硬 那现在就把班长让给我吧 玉池红不懈道 只要前辈答应 江城根本不在乎这个班长 除非江城自己愿意让出 不然我不会改变他 有意见 离开 老者对玉池红三番两次挑事 感到很不满 听到没有 玉池红又看向江城 那么我只有一个字送你 滚 江城喝道 顿时 玉池红扭曲着脸 目露凶光 狠狠道 那你等着不 你死的时候 会很痛苦 紧接着 一行人进入到下一个房间 这是第三个房间 天极般的人 差不多摸清楚五方课程的规律 都是一脸的期待 不过 等他们看到这个房间内部的时候 皆是一头雾水 房间非常宽阔 仿佛左右没有墙壁 天花板也不见 但抬头看到的不是天空 反而是一片黑暗 在他们进来后 原本微弱的灯光也熄灭了 无法散布神石的众人 置身于黑暗中 感到一阵不安 还好没多久 像萤火虫一样的星光点点 布满着整个房间 同时 还有沉重的声响传来 一块块四方形的大石出现 现在 要进行的是石雕 石雕的内容藏在星光中 你们有五天的时间 老者一如既往 只告诉大概内容 具体该怎么做 完全没说 或者是五方想要培养出 天极班成员独立自主的能力 毫无疑问 天极班的五十个人 一头雾水 很茫然的在房间中走动 那些星光在碰到他们身子的时候 会轻轻弹开 几分钟过去后 人们下意识将目光看向江辰 但很快挪开 他们开始尝试自己思考 但并没有什么用 除了韩思明那几个 甲级神龙榜上的人 其他成员都希望能像之前一样 得到答案 于是乎 不少人朝着玉池红看过去 几次想要得到班长之位的他 也该有所表现 然而 玉池红眉头紧锁 很不耐翻 忽然间 天极和阴霜走向岩石 两个人好像已经洞察到这个房间的秘密 拿着五方准备的不同款式的刻刀 很快 石屑飞舞 在一双双异样的目光中 发现两人每次刻刀落下 岩石上的刀痕就会发出光芒 一些人也开始尝试 但他们的刀落下并没有光芒出现 同样的 他们也没有阴霜和天婿那自信的神情 于是乎 人们再次看向江臣 面带复杂之色 毫无疑问 天婿和阴霜是得到江臣的指点 江臣这位班长又一次以最快的速度 发现这房间的运作核心 然而 他们却失去了被告知的资格 虽然说江臣天舞意境退到出窥门境 可不代表他的观察力出错呀 明白这点的人后悔不已 埋怨的眼神看向玉池红 急什么 有五天时间 玉池红美好气道 玄机 韩思明几个人也相继明白过来 拿起了刻刀 房间里只剩下先前跟随江臣那些人 在过去半个时辰后 这些人才开吃 倒不是说他们自己发现什么 而是通过神识 请求韩思明等人的帮助 至于为什么不向江臣开口 是羞于开口 值得一提的是 没人告诉玉池红怎么做 这个家伙已经引起所有人的厌恶 偏偏他还一脸不服气 在石块边上来回走动 另外 也有人注意到 江臣还没有动手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老者说道 原来这间房间 不是需要人去从中感悟什么 而是要将在之前两个房间所学的东西释放出来 这些星光就会在每个人的眼里 呈现自己拿着武器的模样 再然后通过石雕刻画出来 就能增强天舞意境 江臣还没动手的原因 是他在星光中看到了两个自己 一个拿剑 一个拿刀 石雕 只能刻出一个人 听到老者善意的提醒 江臣只是点了点头 就想着如何将两个人融合 看到他还不死心 老者也打消了最后的念头 没过多久 江臣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 星光中的两个他在自己融合 原因就和前面说过的那样 他在上一个房间感悟到的东西 需要时间消化 等到完全消化 他就可以进行石雕 这个过程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于是江臣干脆坐在地上闭目养神 在过去半天后 玉池红终于想通了关键 很兴奋的拿起磕刀冲向石块 但在开始前 他看了一眼江臣 随即面露笑容 他显然认为 江臣是没有办法 无从下手 其他人也是后知后觉 他们明白了房间的含义 就想到江臣刀剑合并 星光凝聚而成的人像 可能会有两个 才会下不了手 对此 他们只能是遗憾和同情 两天后 大部分人的石雕完成一半 在雕刻的过程中 他们感觉到天舞异境在升华着 韩思明的签字上评级 再次发生变化 达到融会贯通 属于所有人最高的 在休息的时候 韩思明受到欢迎 众人都希望在接下来的房间中 得到他的帮助 对此 韩思明没有拒绝 于是就有人开始称呼他为班长 其中又以先前那位 反驳天婿的女子最积极 她眉目寒情 明显是对韩思明有意义 到第四天的时候 韩思明最先完成石雕作品 在最后一道落下时 耀眼的光芒从石雕内部喷涌而出 哇 前辈 这代表什么呀 如此不同寻常的意义下 引起其他人的好奇 光芒越是浓郁 代表着越好 稀薄的光芒则是勉勉强强 老者说道 那韩师兄这算是非常好的吧 女子问道 是的 老者点了点头 眼里露出赞许 韩师兄真厉害 女子激动大叫着 韩思明温和一笑 并没有因此兴奋 但这样的反应更加令人敬佩 不如韩师兄就当我们新的班长吧 在接下来两个房间中指引我们 女子提议道 他是向其他人说的 而不是请求老者答应 尽管认定的是江臣 可只要大多数人认定韩思明 武方也不可能阻止其他人的自由 这话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只有天婿不满的冷哼一声 非常刺耳 韩思明听到了畏畏众美 你什么意思 女子瞪着天婿向他质问道 天婿本就是在克制着自己 却没想到他还来问自己 当然是忍不住了 你对韩思明千万谢 可曾对江臣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天婿说道 施恩不忘报 韩师兄可没让人谢过他 你主动提出 反而让人觉得江臣不入流 女子一张嘴也是十分厉害 天婿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唐婉如姑娘 在天婿开口前 江臣也没要求过什么 但你却这样双重标准 只为自己放心 不感到害臊吗 一直都很安静的音双开口了 声音依然是唯唯动听 可气势却一点都不弱 尤其是他的身份 不需要介绍 在场的人都认识他的人物 那唐婉如脸颊通红 眼睛瞪得老大 说报恩 终究是有些好笑 班长只是一个称呼 一个天机办的象征 过了一会儿 唐婉如以锤为进 道 我只是在想 我们是今年第十二届的天机班 反正以后有谁问我班长是谁 我绝对会说是韩师兄 而不是某个坐着不动的人 他很聪明 避重就轻 削弱众人心中的愧疚 同时唤起在场的人荣誉感 没错 我们班长是韩师兄 上一届也就是第十一届的班长 岳兰生达到登峰造极 使得他们班在盛城的望天楼庆祝 风光无限 我们总不能出去后 说自己班长还是出窥门径吧 果然 马上就有人跳出来 比之前都要积极 韩师兄也是被这话提醒 来到老者身前道 前辈 你一开始说过 选班长是让没选上的人服气 但现在 后面没说的话已经很清楚 江臣自找苦吃 怪不了别人 老者犹豫了 很少有换过班长的情况 可江臣的情况确实特殊 前辈 我愿意放弃班长 这时 江臣睁开双眼说道 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 尽管他语气很正常 但是一部分人很羞愧地低下头 而那唐宛如像是打了圣仗似的 眉飞色舞 那好吧 韩思明担任班长 老者无奈道 韩思明点了点头 看向江臣 并没有觉得亏欠 理直气壮道 大局考虑 希望你能理解 我能理解 江臣说道 韩思明见他不像是在嘴硬 也就没多说什么 玄机 江臣迈开脚步 往前面走去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叫你让出班长位置的时候 玉池红很不满地走过来 不过话没说完 江臣就静止地从他面前走过去 气得他就要发难 却又看见江臣拿起地上的磕刀 就和其他人一样愣在那里 就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原来江臣没有放弃 他们本来以为 江臣是要坐在那里熬过五天 因为他犯下的错误 导致无法完成这个房间的课程 现在看起来 似乎不是这样的 哦 老者也很想知道江臣的表现 在众人的注视下 江臣手持着磕刀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小心翼翼 直接一挥 就好像拿着剑斩杀而去 在岩石留下一个长长的痕迹 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那道痕迹发出光芒 证明江臣的确达到这个房间的课程要求 这让老者眼睛里充满着异样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江臣出手迅速 宛如石雕大势 布架思索 手起刀落 石屑和多余的石块不断落下 别人需要四五天细心琢磨的石雕 在他手上 形如流水般完成 甚至有时候 第一道刻痕的光芒还没完全留下 后面第二第三道就已经出现 故而整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绚丽 但比起其他不明觉历的人 老者明白这代表着什么 惊讶地站起身来 啪 随着江臣的移动 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上掉落 是记录评级的签字 众人低头一看 皆是面露惊恐之色 本来已经退步到出窥门径的评级 现在不断变化着 驾情旧暑 再到融会贯通 然后是出类拔萃 更是不受阻碍的 达到出神入化 在最后一道落下的时候 达到最高的登峰造极 老者咽下口唾沫 脸庞布满着惊讶 这样的事态还是第一次 天极班的其他人 也不敢相信 自己在签字上看到的四个字 还不等他们说什么 江臣完成的石雕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以不仅是耀眼 整个房间里的人都淹没 眼前除了光外 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韩思明的石雕相比起来 完全是小屋见大屋 光芒散去后 人们看见江臣捡起地上的签子 一如刚才被人误解和看清时的淡然 内心中江臣还是挺高兴的 他终于完成自己想要做到的目标 从此以后 他的剑要和其他人的不同 不愧是江臣师兄 天极反应过来后兴奋大叫 其他人想到 江臣先是让出班长之位 再取得登峰造极的表现 不由感到尴尬 江臣 恭喜你 你在第三个房间就达到登峰造极 是武方从来没有过的 老者平复心内的惊讶后 来到江臣身前道 后面两个房间 最高的极限已经是登峰造极 对你已经无异 谁都能听出 这位老前辈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敬意 我知道 不过我会留下来的 江臣说完 看向了阴霜和天婿 这两个人因为自己和别人敌对 他要是走了的话 不会有其他人愿意帮忙 那好 老者见他要留下来 当然没说什么 接下来 江臣作为一个旁观者 待在天际班 剩下两个房间 对他来说 确实已经没有帮助 不过 他很好地帮到天婿和阴霜二人 以至于在最后一个房间时 二人的评级和韩思明一样 领先大多数人 夸张的是 结束之后 阴霜也达到登峰造极 而天婿则是和韩思明达到出神入化 你们是这次成绩最好的天际班 老者说道 这点不用说也知道 两个登峰造极 史无前例 但其他人没有开心 反而一脸说不出的后悔 江臣 你很厉害 我不辱你 韩思明很坦率 大方承认自己的不足 反倒是唐宛如尴尬 左右不是人 他和韩思明更是已经没有可能 而这是他自找的 走吧 江臣看向御池红 后者在他达到登峰造极后 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很少挑衅 对于像御池红这样的人 他不会生气 不会受到影响 他只会做的 是让对方永远闭嘴 来就来 御池红怒道 这时候 众人还没出院子 但境界已经恢复 御池红一动怒 强大的气势爆发出来 通天境六重天的他 在还有神游镜在的众人 人间不算是弱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但是江臣却是看不上 少说大话 天舞一境不是唯一 这是战斗时候的技巧 你以为十五天的修行 就能让你无视境界的差距吗 御池红喝道 然而 柳沙阳七重天的境界 也死在江臣师兄手中 武学上 你最后的评级 也只是除泪拔萃 天旭在旁边提醒了他一句 能看到御池红再听到这话 笑容有几分僵硬 但很快恢复如初 既然如此 废话少说 来战吧 御池红长笑一声直冲到天上 等他接近白云时 低头往下看去 结果却没看到江臣的身影 忽然间 他察觉到什么 抬起头来 就看到江臣像是等待多时一样 站在不远处 可不 以为自己被羞辱的御池红 一咬牙挥着拳头打过去 下面的人自然没有离开 早就期待这场好戏 为了能够看得更详细一点 通天境的人纷纷飞起 老者和几个神游镜的人 则是站在地面 甲级升龙帮 没有御池红这个人 他的境界也没柳煞羊膏 武学不如江臣 必死无疑吧 众人在心里想到 看到御池红这一拳 感觉对江臣来说 没什么杀伤力 就连江臣也是皱着眉头 对方弱得 他连杀心都没有 不过 就在御池红接近江臣的时候 突然凝笑一声 体内涌现出奇怪的黑色力量 在他的体表外 迅速凝固成一剑 有着金属光泽的盔甲 本来身子矮小的他 一下子变得威武高大 整个人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果然呢 是那个御池家的 看到这一幕 老者喃喃自语一句 眼里出现担忧 竟然是为江臣流露的 江臣的直觉也告诉自己 不能大意 可对方故意在近身后才穿盔甲 摆明的是让他躲不过去 斩 江臣拔出黑刀 一秒之内快速斩出数刀 在精致意境得到提升后 他的无极刀法已经是筋飞细笔 可风筋意境变化结合的几刀 落在御池洪盔甲上面 只是见起火形子 连个印痕都没留下 嘿嘿 御池洪蛮横地打出一拳 整条手臂 包括拳锋都穿戴着金属 雷霆神将 江臣顾不上惊讶 运转护体气罩 但并没有挡住 铁拳不受阻碍的穿透雷电 轰在他的肩膀 江臣不仅被击飞 双肩发出脆响 接着整条手臂无力垂落 哈哈哈哈 看到没有 江臣 你以为你能赢我不成 御池洪得意大叫道 下面的人脸色一变 就连韩思明也不例外 他向其他人说道 江臣刚才那几刀 每一刀杀上里 都是御池洪一拳的数倍 却无法破防 这 文言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良机 鬼神家 面对御池洪的得意 江臣说道 让身体吸收鬼伤 使其在血液里流淌 形成的护体气罩 就和大夏皇帝的黄指甲一样 他嘴中的鬼杀是一种罕见能用于人身上的战略资源 哦 御池洪没想到他知道的这样清楚 不由好奇到 看来你很清楚啊 那你就应该知道御池家的威名 修炼鬼神甲的人不能使用兵器武学 只能拳头 甚至就连执法和掌法都很困难 除非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蠢才才会去修炼 江臣冷冷道 那我倒要看看 死在蠢才手上的你会是什么样子 御池洪仗着自己有鬼神甲横行无际 权硬简单粗暴 人如战车般碾压而去 江臣趁着说话的功夫 接好脱臼的肩膀 黑刀不改 带动着雷电杀去 武学上 两人有着天壤之饼 故而江臣顺利躲过拳头 同时一刀落在鬼神甲上面 在御池洪反应过来前 他的人又到了数百米之外 没用的 这次 鬼神甲留下一道印子 但依然不痛不痒 御池洪转过身来 黑某锁定着江臣含义逼人 无常一刀 江臣再次出道 人和刀划成一条耀眼的白线 以御池洪为中心滑过去 御池洪在他到来那刻出拳 可连江臣一脚都没抓到 不过他也不在意 上一刀留下来的印子已经不见 这样下去 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有人说道 一个摸不着别人影子 一个打不穿别人防御 如果没有其他变数 一直打下去都不是没可能的 不 江臣要更加吃亏 因为他每一刀的消耗都很大 反之 鬼神甲仅是凭借的自身 就抵挡住共事 甲级生龙榜前五十的韩思明 帮别人分析 这所谓的鬼神甲也太变态了吧 天旭抱怨道 于池洪实力平庸 但那样狂妄不怕得罪人 就是仗着鬼神甲才有恃无恐啊 这根本不算是自己的战力 相当于他拥有一件法器 话也不能这样说 生死决战 没有公不公平 能用得上的都是自己战力 下面的人争议着 现在还不到最紧张的时候 他们还有空发表自己看法 无量一刀 无定一刀 无用一刀 江臣还在努力 刀势滚滚连绵不绝 人不断地纵持着 快到没影 一次次拔刀入鞘 再拔刀再入鞘 于池洪根本防不住 可他就是没事 嘴角上的机翘笑容越来越浓 无用功 你这是无用功啊 于池洪问道 怎么 你登风造极的天舞异境 怎么没为你带来可怕的战力啊 你知道讽刺的是什么吗 江臣耸了耸肩嘲弄道 明明只能站着挨打的你好像赢了整个世界 顿时 玉池洪笑容收敛住 撇了撇嘴道 一旦你落在我手上 我将会以摧枯拉朽的共识摧毁你 你没可能了 江臣说完 再次出刀 宛如流星赶月 急驰而去 到此为止吧 玉池洪可不想站着挨打 盔甲的胸膛突然左右打开 仿佛一张血盆大嘴张开 黑色奇盲涌出 形成一个悬流 正对着江臣 强大的犀利要将他定住 不过 江臣好像早有预料 归刀一回 终止了道士 躲过了旋流 玉池洪脸色一僵 他的攻势就此落空 你是故意的 玉池洪不傻 此此盯着江臣不放 鬼神甲的鬼神杀天神 要隔一刻钟才能再次使用 我没说错吧 江臣冷笑道 玉池洪一正 也没多想到 谁要容哈 你又不能拿我怎么样 真的吗 下地狱为自己的无知和自打忏悔去吧 江臣把黑刀书敲 左手拿出赤销剑 哦 这个小动作也提醒了众人 只不过 鬼神甲太强了 江臣的刀不是差了一心半点 除非江臣的剑墙上百位 不然 根本没有任何突破 长红剑法 一剑三世 江臣手腕一画 赤销剑化为长红而去 连刀法都无法招架的玉池洪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赤销剑落在鬼神甲上 有用吗 玉池洪没觉得什么 好笑问道 长红剑法第一势 江臣一鼓作气再次出剑 以闪电般的速度不断出剑 下面的天婿终于明白了 江臣是如何在同时斩了柳沙阳三十六剑 因为这一势太快了 剑落下时 江臣退了回去 再看玉池洪 好像依然不受影响 鬼神甲 尊者以下 根本破不掉的 老者在下面嘀咕道 在他看来 不管江臣在过去十五天 得到什么样的进步 都无法在鬼神甲面前展现 碎 突然间 空中传来江臣的呵斥声 只见鬼神甲上面刚才被留下剑痕的地方 竟是冒出亮光 伴随着亮光 一种近乎于断裂的声音不断响起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 比起其他人 玉池洪更加难以想象 但这一切 确实在发生着 剑痕遍布着鬼神甲各处 在裂痕扩大到一定程度时 当即解体 从他身上脱落 因为是能量体 还没完全落地 就消失 失去鬼神甲的玉池洪 看上去是那样弱小和无助 剑齐 江臣根本没和他啰嗦 又是起见 周围的用剑者 立马瞪大的眼睛 想要看透其中奥妙 这是 韩思明最先发现什么 脸色布满的震惊 他的剑和别人不同 其他人也看出来了 不管走什么路子的剑 都是风锐难倒 快若闪电等特点 江臣的剑也有 而且大部分还要出四 但不同的是 多出了一样东西 但具体的又说不上来 只是觉得非常的厉害 难以想象 江臣是如何做到的 真正的无坚不摧 势不可当 等一下 我是玉池家的 玉池洪慌了 再也看不到 他嚣张跋扈的样子 想要搬出自己的背景 震慑住江臣 然而 这根本没用 话还没说完 就被利剑传心而过 你会是我第一个后悔杀的人 因为你的鲜血 玷污了我的剑 迎上玉池洪的绝望和不甘的眼神 江臣拔出赤小剑 任由他死去掉落 没有再看一眼 紧接着 江臣朝下面的阴霜和天旭 点点头 打算离开 等一下 韩思明突然飞到他面前 道 我本以为 你的剑和刀融合会不纯粹 但我现在才知道 你是通过刀 让剑升华到另外一种境界 剑依然是剑 但已经是神剑和凡剑区别 夸赞完一句 韩思明诚恳道 可否指点一二 同样是用剑的他 被江臣彻底折服 众人一惊 而玉池洪的死 仿佛被人遗忘 韩思明注意到其他人的惊讶 不由愣住 该哭道 不要误会 我不是在说交手 而是求教你的剑法 文言 人们脸上的意思 这才消失 韩思明 好歹是甲级升龙榜前五十 主动挑战第九十八名的江臣 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修行之人好战成风 听到韩思明说要指点一二 还以为是要大战一场 适合自己的 不一定适合别人 这道理你应该知道 江臣向他伸出右手道 我右手很适合刀 这才能和左手的剑结合 我知道了 韩思明醒悟了过来 知道无法达到江臣那样的剑境 他说道 那么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和我大战一场 让我清新体会到你的剑制锋锐 我会的 江臣看了他一眼 就以目前来看 这的确是位可敬的对手 随即 韩思明先行离开 在江臣也打算动身时 殷霜来到他的身前 江臣 你是要回英雄殿吗 殷霜问道 对啊 这些天多亏你的帮助 这个人情 可否给机会让我偿还 殷霜轻笑道 露出一排洁白的银芽 或者 其实是我在还你人情呢 江臣神秘一笑 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飘然而去 不明所以的殷霜站在原地 想着江臣这话的意思 眉头紧锁 他确定 在五方的见面 是两人第一次 嗯 忽然 殷霜感应到家族给他的 通信玉佩有动静 掏出来一看 是叫他速速回去 正当他要起身时 发现下面的五方 不断有人离开 都很匆忙 有大事发生 忽然 殷霜感应到家族 给他的通信玉佩有动静 掏出来一看 是叫他速速回去 正当他要起身时 发现下面的五方不断有人离开 都很匆忙 有大事发生 殷霜意识到这点 用上最快的速度赶往盛城 返回英雄殿途中的江臣停了下来 英雄殿的身份令牌又在震动 而且频率非常大 紧急信号 这还是第一次 江臣看了一眼 回到英雄殿 英雄殿上下已经乱成一片 让江臣以为是有人来攻打 他和其他弟子一样 来到英雄大殿外的广场上 江臣 人群中的硬无双走了上来 周围弟子马上露出暧昧的目光 现在英雄殿上下都认为 这两人关系不简单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大动静 江臣好奇道 不知道 很少会这样子 英雄殿和他一样 除了好奇也不怎么交集 天塌下来 他又尊者顶着 据武方收获如何 英雄殿问道 很不错 多亏你的推荐 尽管只用到三个房间 但武方帮助很大 通过独特的课程完成他目标 英雄双为他感到高兴 刚想开口恭喜 结果其他弟子爆发出来的惊呼声 将他淹没 他抬头一看 神情也变得和其他人差不多 江臣注意到 远处飞来的几道身影 如果要说有什么共同点 那就是气息强大 不比刚才的韩思明要弱 等到他们飞过来后 江臣发现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再考虑到这些人的实力 江臣猜到了什么 传承弟子 嗯 英雄双点了点头 与其带着震撼 问他道 这次可能真的有大事发生 就连传承弟子都来了 旋即他还给江臣指了三个人 是战力榜前三 江臣一看 果然发现是传承弟子中最弱的 那个人是谁 江臣问道 都不需要他指 英雄双就知道说的是谁 那个人从出场以来 就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长长的黑发随风飘舞 白皙的脸庞没有半点瑕疵 细长的剑眉下 是一双带着忧郁的性眼 饱满的嘴唇不见半点血色 却又不是病态的苍白 这样的面貌 在男人身上是玉树临风 如果是女人 可以成为美貌天仙 宽松的长衣相是紧身静装 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非常飘逸 无论是谁站在他身边 都会被遮掩住光环 故而每个人都离得他很远 用一种敬畏和崇拜的目光打亮着他 李南星 传证弟子 甲级生龙榜前十 因无双介绍时的语气中 也带着敬畏 江臣一惊 甲级生龙榜前百 前五十 前十 都是有着不同象征意义 前十名 乃是龙玉的风云人物 整个大陆出类拔萃的人才 江臣往前走了几步 想要探查这位李南星的境界如何 可没想到 李南星像是察觉到了 有意无意向他这边瞥了一眼 那忧郁的眼神中 有种叫人窒息的压力 换成是其他人 连喘气都困难 这时 天空又有不少人赶来 是一群眼熟的大长老等人 在飞龙城 发现当年神龙皇朝留下来的秘藏 秘藏之内是独立存在的小世界 被不有结界 只要境界超过同天境 都无法进入 所有弟子放下手中的是 前往秘藏 在秘藏中 用得着的宝物都归自己所有 但战略资源 又或是只有大尊者用得着的天才地宝 要上交给英雄殿 当然 这都属于不小的功劳 英雄殿不会亏欠你们 奉献最大的前五名 保证你们晋升尊者 看得出来 英雄殿非常急 一句接着一句 将所有弟子都给震撼住 这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连江臣也是半天才反应过来 旋即 他在人群中张望 寻找着飞跃的身影 神龙皇朝的秘藏 和黄血之人 有着不小关联 但江臣想到 大夏皇帝死在他的手中 也不好意思去找他 这次不仅有我们英雄殿 八大传承世家各门各派都会去 以及邪云殿 所以你们要团结行动 和各自的组织一起 李南兴 李南兴 林金宇 贺庭 以你们三人为首 在秘藏中互相照应 不给弟子提问的机会 大长老又说道 你们三人之前脱离原来的组织 现在回去临时接管吧 没问题 李南兴 林金宇 贺庭 三位传承弟子站出来 各自招呼着以前待过的工会 建盟的 来这边 那林金宇招呼一声 可很快皱了皱眉 又道 建盟的人呢 原来来到他那边的人 很少很少 莫减肺 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建盟交给你 你就让建盟变成这样 林金宇看 依然没有更多的成员过来 明白了一些 质问着现在的建盟盟主 李师兄 这不怪我 莫建飞一指江臣 怒道 都是他的错 原来 建盟不是莫建飞创立 而是一任又一任传下来的 在莫建飞手上 建盟险些解散 他 林金宇朝着江臣看过去 站在两人之间的弟子纷纷散开 生怕被波及到 他能和丽南兴一起被委托重任 说明也不简单 只是丽南兴太过耀眼 以至于他被忽略 现在 借着建盟的事情吸引到不少目光 同样是位英俊的青年 比起丽南兴 更有男子旗给 高大 威武 眼神 锐利 尤其是他皱眉的时候 令人不敢直视 好了 这些琐事 一会儿自行处理 大长老没给他发难的机会 开口责备一句 所有弟子 在明天日出前 赶往飞龙城 等待着密藏开启 在密藏中 不得互相残杀 要扶持 要帮助 同时 小心邪云殿的人 大长老最后宣布了一句 玄机 英雄殿的弟子 三五成群离开 但不是去飞龙城 而是先去圣城 不用想 密藏的争夺 将会非常残酷 必须准备充分 大量的恢复灵丹 是不可少的 一套保命的灵甲 不可或缺 我们也去吧 江臣有一张金龙卡 打算去买些有用的东西 不过在离开前 南宫来到他身边 递过了一个东西 江臣 这是神剑会工会的徽章 只要愿意加入你神剑会的 他们令牌上就会多出会帐的图案 江臣苦笑一声道 这要是早些日子给我就好 现在的人都忙着密藏 哪里还有闲心加入工会 现在更好啊 南宫不解的看向他 只向那些还没离开的弟子道 现在还没走的 都是打算加入工会 组队行动 江臣一看 还真是这样 其中大多数人 都是建盟前成员 不过 江臣发现 他们的目光 都在林金宇那边移动着 建盟的成员 现在重新给你们一次机会 允许你们重新加入 林金宇喊道 刚才那会儿功夫 他从莫剑飞那里了解到怎么回事 脸色格外阴沉 作为前任建盟盟主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神剑会 也欢迎各位加入 应无双将自己的弟子令牌 在神剑会的徽章按了下去 就好像盖上章 正式加入神剑会 这样的举动 毫无疑问 是挑衅建盟 江臣想说些什么 但看到应无双坚定的神情 想起他在建盟受过的委屈 于是任由这事情发展 那林金宇大不流行走过来 紧绷的脸庞十分吓人 由于是应无双开口说话 所以他那股逼人的起眼 直面冲撞而去 应无双吓得就是要往后推 江臣适时地站在他面前 林金宇那锐利的眼神 落在他的身上 你就是江臣 林金宇的嗓音低沉 所以在带着逼问的语气时 有一种天然的威严 是 你知不知道 你成为英雄殿工会创始人 境界最低者 你好意思吗 林金宇问道 以你的水平 又何必自欺欺人 单拿静静说事 江臣不懈的目光 挪到跟在林金宇身后的 墨剑飞身上 道 你们建盟的盟主 都能如此废物 为什么不好意思 他没被林金宇气势震慑住 反而强势地反击 令人意外 林金宇也没想到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精芒四射 一个来自外地的人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林金宇忽然摇了摇头 说道 你给我听好 去密藏中 不是你依靠旁门左道 就能生存的 有林金宇师兄带队 和江臣带队 两者的差距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选 成为江臣手下败将的墨剑飞 担当起狗腿子的身份 不过 他的话也有道理 其他人之所以还在犹豫 是在想着 如果重新加入建盟 出来后 肯定不会再享受到 江臣的修行灵气 密藏中的一件宝物 就有可能抵得过你们苦练三年 更何况 若是某些人死了 所谓的限制也不会存在 林金宇说道 这句话 让那些还在动摇的人有了决定 九成的人重新回到建盟 不过 也有十几个加入到神剑会 这十几个人 境界或许不是最高的 但他们的眼光和野心 是别人比不了的 他们在江臣身上 看见到了潜力 堵谈会成长到林金宇都仰望不到的高度 到那时 他们作为神剑会的成员 也将风光无限 对于有人加入神剑会 尤其当中还有建盟的人 林金宇非常的不满 真没想到 建盟以前会输过你们这样的蠢货 林金宇骂道 现在的建盟早已经不是曾经的建盟 被墨建飞搞得乌烟瘴气 其中有人壮着胆子说道 陈康 你说什么 墨建飞指着那人的鼻子骂道 那陈康脾气也是火爆 回应道 你未婚妻慕容院根本不会有 你未婚妻慕容院根本不会有 你未婚妻慕容院根本不会有